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带你们去洛杉矶南部 西齐南部的一个游艇的出海口 这个通道这里看一下 因为这里比较近一点 没有去外面那么漂亮 Hello 今天去长潭洛杉矶海边 你看见这个公路是我们华人住的地方 在东洛杉矶那边 新加坡 孟岔帕这边 过来这边大部分都走一条605高速公路 你看这个车啊 车水马龙啊 就是车很快啊 快的时候走到70多80 慢的时候现在是比较慢的了 所以在洛杉矶这边去钓鱼的话呢 华人住的地方不是非常方便 大概开车都要开40分钟 而且这个开车的感受啊 是非常紧张啊 没有像有些网友啊 在澳洲啊 新西兰啊 那么爽啊 洛杉矶这个地方啊 对于钓鱼来讲呢 天气好 海水好 但是呢 离钓鱼的地方 会比较远一点 啊 比如说这里的夏天啊 你海边是不怎么热 非常舒服的 这个风也很少啊 但是纽约那边的话呢 哈 不管什么时候都有风 啊 这车比较热 这边海边很凉快的 所以这边钓鱼的感受还是这边好一点 这是真的高速公路你看 你看这个车 呵呵 是不是啊 就这样开啊 是50分钟的样子 所以OK啦 我现在专门开车了 今天去钓组口 这个停车场是免费的 两个小时不用给钱的 这里不错 哎 这里高气了啊 呵呵 到达168NORF MARINA TRI 已经到达 没人停住 这边 那些地方 市区地方 市区地方 不可以停在那个墙上面 等那些流浪汗来就安尿啊 冰箱 码头 今天洛杉矶这边 好爽啊 天气也不冷也不热 呵呵 我还以为它关门 开了一个门口在这里 哇 这里 要不要试一下这里 去哪里都是钓啊 这里有一个大石头 去哪里都是钓鱼 不一定什么地方用 啊 这里是钓鱼干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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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了 看到没有 哈哈 虾肉啊 猪肉什么都有 晒一下太 太冻了 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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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个也 这个东西上个也不错 啊 啊 这个虾 这个虾啊 啊 太大了 我就把它剪成 三个 这里 这个上额 你看 这个不用搞张手啊 这个 晒一下去再说 嘿嘿嘿 晒一下去看有没有料到啊 嗯 是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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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呀,中了地口 中了地口 拿着上来 一个虾 一个虾 一个鱿 一个鱿鱼 嗯 小鱼起来 这样子 在石头上面 在码头石头这样子 轻轻 轻轻一抛 随便都是十几二十米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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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去去去 吊鱼一个东西 怎么说呢 一定要讲环境 闲情 长眼 舒服了 有鱼 两个有鱼 吐一下走口看有没有 OK 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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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有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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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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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